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二集 不应存在的记忆 元神没双子剧情 4.7魔神任务 第四章第六幕睡前故事 旅人章合集 一玩节 等等 那个摄影是 大音四雷布 哦,是你们 是你们的朋友吗 那我先到村子里面 确认一下村长爷爷他们的情况 回头见吧 回头见,阿托莎 你这神出鬼魔的家伙 每次都要像这样突然出现 吓我们一条才行嘛 只要你们也在追击深渊 那我们的路线总会交汇 与我个人的意志无关 那这么说 你是追着深渊教团来到这里的吗 而且看你刚刚还解决掉了一批深渊魔物 当然 莫非你们不是 不管怎样 就算再怎么迟钝 现在你也应该发现这个地方有蹊跷了吧 深渊教团一定是在这附近筹备这些什么 或者更进一步 正在进行着什么计划 所以你觉得 附近秋秋人的躁动 是深渊教团干的吗 事到如今 引发秋秋人 骚动这种小事 想必肯定不是他们的目的 最多应该是某些计划的副产物罢了 不过 这件事对维谋庄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我们最好先留下来 保护这里一阵子比较好吧 保护之余更重要的 是弄清楚深渊教团准备在这里搞什么名堂 这才是防止进一步悲剧的关键 我本来也没有回避问题的意思 放心 这次我们时间还充裕 可以好好聊聊 原来你们是接到了那样的委托 才来到这里的吗 似乎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 的确令人在意 我也并不认为 这会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但还不能确定与深渊教团的联系 除此之外 就只有秋秋人的躁动 这种浮于表面的线索了 还是没什么收获 就是他血清的记忆里 那个神秘的声音 好像是什么 罪人 他到底是谁 旅行者 你会认为 你的血清背叛了你们 是吗 在彻底弄清真相之前 我看出了你的犹豫 在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出现之前 你们的关系 完全还有回旋的余地 不像你们想要了解的那个罪人 他和其他罪人一起 早已背叛了国家 也背叛了我 他的名字 是预言家 维瑟弗尼尔 虽不愿提起 但他确实也是我的血清 我的哥哥 那个人是 戴因的哥哥 罪人共有五人 也即是坎瑞亚的五大罪人 先者海洛塔地 预言家维瑟弗尼尔 黄金莱因多特 吉恶奇苏尔特洛奇 以及列月人雷利尔 无论我的记忆如何磨损 这些名字都不会忘却 终有一天 我会向他们所有人复仇 这些名字 很多都很熟悉 创造阿贝多的莱因多特 斯科克的师傅 苏尔特洛奇 还有我们刚刚知道的 引导科洛达尔 创立深渊教团的 戴因的哥哥 预言家维瑟弗尼尼尔 他们都曾是在坎瑞亚 被寄予厚望的人 是各个领域同辈中的翘楚 计划本应是由包含 我在内的六人 一同前往阻止灾恶的发生 阻拦黑王继续动摇 世界的根基 然而心底埋藏着 各自欲望的那五人 没能禁得住深渊的诱惑 瓜分了那些足以毁灭世界的力量 他们成为了罪人 也成为了超人的存在 每个人所掌持的力量 都能与世界相匹敌 而后 坎瑞亚灾变发生 他们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站出来阻止这场悲剧 我无法原谅 没错 如果继续放人 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 也会将整个世界背叛 没什么 我说过的 我不准备回避你的问题 那么戴因 之前那段时间 你有调查到什么吗 我继续在追查 关于命运的织机的问题 自那份命运的织机原动计划启动 已经过去很多时日了 尽管我们曾经通过夺取 世界上第一颗耕地机的眼睛 阻止了他们计划的某个阶段 我记得是说要改造魔神 二塞尔什么的 不过很明显 那应该也只是某种技术性试验 即便他们还尚未得到那颗不可或缺的耕地机的眼睛 但他们选择跳过了试验阶段 依然在以某种方式推进着计划的执行 有很多迹象都能表明这一点 那怎么办 还来得及吗 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 命运的织机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以便由此反推深渊教团的目的 根据我目前所掌握的线索 我猜测命运的织机 应该和地脉有关 地脉 上次旅行者能够看到血亲的记忆 其原因便是那一带的地脉不稳定 而最近我在追查深渊教团的期间发现 只要是他们活跃的地带 都会伴随着一系列的地脉问题 那按照大英的说法 这次我们来维摩庄要找的那个 似乎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 或许也可以关联上了 你们说的这些不无可能 明天我也会加入你们的调查 这次的事件 的确可能会成为某种契机 又要和大英一起行动了吗 那我们赶快养精蓄锐 明天去稍远一点的地方再看看吧 昨天有点用脑过多 现在还是困困的 都怪大英说了那么多难懂的话 我们去找大英吧 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大英 喂 大英 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你们说的那个失踪者 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概二十岁出头的男青年吧 到底怎么了呀 到底怎么了呀 大英 现在我的脑海里 似乎凭空多了一些东西 是一段有关他的记忆 什么 会不会 会不会是我们昨天聊了太多有关他的事 所以你昨晚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不 那不是梦 是今早我醒来以后忽然出现在脑海中的一段记忆 而且我很确定 我从未见过这个人 我记得 在那段回忆里 我把世界上第一颗耕地机的眼睛送给了他 所以现在可以确定 那个失踪者与深渊教团有关联了吧 而且那个家伙 应该拥有往人们的脑海中投放记忆的能力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微谋状的大家会不会也只是被投放了虚假的记忆 原本大家应该不认识他 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今早的这件事对深渊教团来说 其实也暴露了一个事实 暴露了什么 他们的目标 依旧是世界上第一颗耕地机的眼睛 并没有把寻找他的事情抛在脑后 给我投放这样的一段记忆 想必是为了扰乱唯一之道眼睛下落的我的思维 你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 尽管我认为深渊教团 应该还没有能力让那段记忆变成现实 但考虑到他们对眼睛的执着程度 我们也应该拿出对等程度的谨慎才稳妥 和我一起去确认一下吧 眼睛是否还在我们手中 是要到你藏眼睛的地方去吗 啊 2 3 3 原来是在这里吗 荒郊野岭的确不是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那我们赶快去确认一下吧 等等 旅行者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进去 等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 不算拆å 这是和你分享 为我歌颂 让世界热闹起来吧 照面偷袭 试着叨叨看 玫瑰礼花 紫玫瑰特别定制吧 看上去这里的机关随着时间流逝产生了一些变化 侧面的门可以去往上层 去那里重新启动机关吧 去那里重新启动机关吧 手牵手 小心 好呀 持续打击 就是这样 哪来的 好呀 将所有符文转动到光线指示的区域 就可以解开这里的机关了 门打开了 继续前进吧 我们所要抵达的终点就在前面 到这里就是尽头了吧 当心是深渊的气息 深渊教团的家伙 他们真的来了 别弄环奏你了 消忙了 欢唱 以我之名 试着刀刀看 玫瑰礼花 此玫瑰特别定制版 定制 小心 很怕的 自己 智慧之剑堂全都看见了 我们赶紧 小心 开火 虽然是圆圆 你好呀 还住 你好呀 和我预想的一样 虚假的记忆果然是个陷阱 深渊教团真的跟着我们来到了这里 这样一来 也就有机会见到 大爷 你突然怎么了 感受到了吗 是地脉的扰动 深渊教团又在捣什么鬼 你的体质还真是敏感 我好像没什么感觉 你们先用那边的机关离开吧 按我说的做 深渊教团正在行动 现在会围魔装的话 或许有机会抓到那个失踪者 也可以当作是兵分两路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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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贸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知道除非主动踏入你们的陷阱 不然你是不可能来面见我的 你将自己与耕地鸡的眼睛都作为赌注 赌注如此之大 经不住诱惑而踏入陷阱的 应该是我才对吧 《默光之剑代因斯雷布》 你一个人来的 你的那些信徒们呢 怎么没带在身边 在有所防备的默光之剑面前 投入多少兵里都是一种无谓的浪费 还不如由我一人来直面你 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说 但在那之前 先击败我 如何 你说有什么事吗 我不想让你成为我 你曾经以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